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九节 说你们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们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在路加福音八章三十八节提到 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为什么这个人渴望与耶稣同在 耶稣却要他回家传说主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呢 这提醒我们 信主后不要只停留在内向性的信仰里面 祷告灵修亲近主等等 主耶稣要我们回家去 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 到那些认识我们的人当中 向他们传福音 传福音不是要等学会了四律或福音桥 才能传 其实一个经历过耶稣的人 必定有见证可说 更何况像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 他所经历的是何等大的事呢 只要我们述说亲身所经历的耶稣 他如何改变了我们 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了 你也不需要读过圣经一遍 上过门训 受过传福音的训练等等 你才能够去传福音 真的 你只要经历过耶稣 就有见证可以说 而你只要向人传说耶稣 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 他如何的改变了你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